近日,据媒体报道,面对叙利亚的混乱局面,俄罗斯这个全球二号大国终于决定出手了 俄军派出大批战机挂载炸弹火速出击,空袭了妄图抵御旭军进攻的叛军阵地 随后一朵蘑菇云在战场上突然升起,叛军在俄军的打击下瞬间烟消云散 原来这次俄军直接出动了温压弹,面对这款超级武器,美国立即质问,为何现在才公开温压弹已经抵达叙利亚 目前叙利亚战场随着俄旭联军的不断反攻早已大局已定 俄旭联军统一叙利亚全境也是变得指日可待,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所以最近俄军也开始加大对叙利亚境内反对派的攻势 这次俄军更是出动苏34战斗轰炸机携带温压弹,对反对派武装发起了进攻,并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战果 反对派武装不过是一些游击队性质的武装,那么俄军这次为何要行尸动众呢 俄军此举也是有原因的,因为目前反对派武装控制的区域虽然在不断减小 但实际上这些武装依然在负予顽抗,所以俄旭联军如果要进攻就必须发动攻坚战 此举也将导致大量的伤亡,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俄军这次直接动用温压弹这一弹药种类,因为它能够有效消灭躲藏在掩体内的敌人 那么温压弹为何如此恐怖呢,简单来说这种弹药实际上也属于航弹的一类 但由于这种弹药在爆炸时冲击波的速度比较低 可以有效对付掩体内部的敌人,即使敌人没有直接被炸弹炸死 由于温压弹爆炸必须消耗大量的氧气,所以躲藏起来的敌人也会因为窒息而亡 这也是这种弹药的可怕之处,俄军这次动用温压弹除了用来对付反对派武装 同时也有杀鸡敬猴的意思,因为最近土耳其与美国在叙利亚小动作不断 这两个国家都希望在叙利亚战场上分一杯羹 所以这次俄军出动温压弹的目的就是警告这两个国家 让他们不要在叙利亚战场上轻举妄动 否则反对派武装的下场也将落到这两个国家头上 如今叙利亚战争已经持续了几年时间 这个国家也十分渴望能够回归和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,其他国家都不应该再继续扰叙利亚 应该让这个国家早日能够回归和平 同时对于俄罗斯而言 叙利亚也已经是这个国家在中东地区最后的立足点了 所以俄罗斯绝对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动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利益